白虎流星雨释放而出的图示 戴木白身上又多了一道增幅之光 正是宁荣的第三魂迹 魂力增幅 来得好 海毛斗罗大喝一声 此时他背后就是海之毛胜著 他退无可退 眼看戴木白化身的白虎 与空中的流星雨 向自己攻击而至 海毛斗罗双手握住长矛 猛然将其插在面前的地面上 紧接着他身上第七魂魂光芒大亮 只是一瞬间 他整个身体竟然化了一股金色的液体 融入那长毛之中了 这种情景 是戴木白和唐三他们第二次见到 上一次还是见到罗陈欣的 人气合一 木白 小心 一发现不对 唐三立刻大声呼喊 戴木白和其他伙伴一样 对唐三是无条件性 庞大的白虎之躯毫不犹豫地飞速后退 就在他后退的瞬间 那只插入地面的金色长矛 骤然弹起 无数金光宛如雨丝爆炸开来 就像太阳爆炸一样 就像太阳爆炸一样散发出无数金色的光影 整个海之谷胖胜柱台 刹那之间已经处于金光的瓷满当中 戴木白那庞大的身体飞速后退到宁容如面前 巨大的虎口张开 一股澎湃的白光喷吐而出 并不发散 而是在戴木白面前凝聚成一面白色光盾 抵挡着那金色长矛爆发的余微 在戴木白背后的宁容容更是全力增幅 这才勉强帮他抵挡住那爆开的金色龙毛 金色长矛此时已经弹入半空之中 从海之矛胜柱侧面掠过 似乎失去了控制落向海中海 与此同时 那金色长矛在空中翻转一周 矛风向下朝着海中海内钻去 阻止他不要让他入水 听到唐三的提醒 戴木白立刻明白过了 巨大的身体已经飞扑而出 这种时候就显现出戴木白的强悍之处 他没有闪避那水珠的股脊 两只虎掌同时收在眼前 遮挡住自己的眼睛 庞大的身体强行前扑 直奔那金色长矛扑去 这是内运领域 他在通过吞噬海水 吸收海水中的能量增强自身 木白赶快攻击 不要给他机会 唐三的提示再次响起 此时戴木白已经闯入水墓之中 在这种时候 戴木白身为强攻系战魂胜的特点 就展现出来了 在白虎无神障 白虎金刚变 白虎魔神变和白虎真身四重增幅之下 他的防御力已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成果 再加上尼米罗那百分之八十的防御增幅 带木白那庞大的身体就像要塞一般坚实 一口白虎猎光波喷吐而出 画了一道白色光柱 撞击向金色长矛的侧面 海矛抖罗没有想到戴木白竟然如此彪悍 面对自己的攻击 并没有按照正常情况那样稳定在地面上 以技能进行防御 而是硬顶着自己的攻击冲了上来 长矛被白虎猎光波轰重 吸水的动作顿时被打断 增大了几分的长矛 在空中斜飞而出 翻滚着落向远处